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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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些问题 那还有一些消费者 过去手机送修 回来的手机 他说保修回来的手机 就是就变成是别人用过的这个这个这个里面的记忆体 那这样子一个情形 会不会 就是说 您觉得NCC做一个主管机关 通讯器材的主管机关 对于这一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纠纷 你会觉得说 他反正就是消保会去处理 还是说我们有没有具体的 比较可行的方案 可以对于国内的通信器材的市场 怎么样去保护通信器材的使用者 我们的消费者 他的权益的 是 这个部分 这个跟委员 我先报告一个大要 然后那个详细的东西 我再请处长来说 稍微说明一下 那我想那个 您讲的那个消费争议电信率最多 是 我们得到的数据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的消费争议也是这方面是最多的 是 我们这边也有器材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上网的费用的部分 很多是费率本身的争议的部分 那详情我就请那个陈处长来说明一下 好 请处长告诉 方委员好 那个 跟您报告 就是说有关于那个 这个终端设备这部分 那基本上面 本会负责的话呢 是在那个 这个 RF 还有这个 Security 就是说 一直在安全还有干扰 还有这个 手机特性方面 我们做检测 但是功能面部分的话呢 原则上面是经济部负责 那这部分的话 目前我们了解 经济部可能在功能上面 很多地方他并都没有做这个规范 所以我们现在 也跟他 这签到三个部会吧 消保会 经济部 对对对 通常会 对对对 你们怎么样去做一个 跨部会的 的一个协商 对这个部分 但在消保会他主持的会议上面的话 也特别责成 我们 这边就是我们管理业者 那 那另外 你知道我们真的不希望说过去 常常讲一个 河川整治 在山上就找林物局 林班地 在这个上游就找水保局 再到下游 又去找这个水利署 河川局 接下来如果是他的这个 排水的 又去找营建署 坦白讲 如果市权 我觉得 我同意你刚讲说 职掌分工 但是市权 对于消费者来讲 政府的是一体 怎么样是整合 三个部会的这个立场 或者说你刚刚提到了 不管是我刚刚提到 你刚提到这个 这个 经济部所管 但是 有些部分是送修的部分 他跟台湾没有据点 据点 怎么样去要求这些厂商 或者说当消费者在购买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终端产品的时候 他能够有一个 比较自视的一个 定型化契约 或是一个范本 或者是一个 可以参考的这个 这个可以 里面这些定型化契约 对于消费权益 都已经面面俱到的保障了 而不是一面倒的偏向 这个这个 这个商人 厂商 这样子的部分 我们觉得其实 政府某种承诺 替民众做个把关 这样会更好 报告委员 如果有绑约的部分的话 我们银管座这边会处理 那至于说在卖场上面买的那种 可能他就必须 经济部这边要来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 是密切的 大家来分工合作 谢谢 会分工合作 分工有没有合作 有 有分工 你的分工就是说 这是经济部的 这是消保会的 那你有什么合作啊 我们会把我们这些所有 因为我们最近有统计过 大概百分九十属于功能面 功能面的部分 我们都请经济部 标准局他们 试试这部分 是不是要把它 定到他们的规范里面来处理 好 我跟黄委员报告 请说 事实上我的了解的那个 就是政策的面 就是说最近 其实我们才去消保会开会 然后决定了 特别是您关系的 就是类似手机 这个方面的一些 分工的处理原则 那所以本会也把那些职场写清楚 然后那个将来我们会 其实会这个 在消保会的一个 召开会议的情况下 我们会 时时刻刻的 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 单一窗口 就是把相关的资讯 彼此通 那个连通一下 那就那个功能 赶快迅速的去回应 现在是有一个 跨部会的一个协商的机制 在消保会之下 这样我给您报告一下 那好 我知道 另外一个问题 请问主委 这个过去上次 上个礼拜也曾经有 这个一些 刚刚有委员提到一些 自制的节目 不是很很优质 但是有一些节目的 这个分级的部分 像有些节目 好像安排在 比较一般的 这个 和家观赏的时段 可是 你知不知道 问 请问您 您知不知道什么叫 事业线 我知道 知道啊 最近很流行的 很流行 好 可是啊 这一类的称呼 称谓 或甚至于有一些 一些女性 我不应该讲物化女性啦 因为这个话 这个 这个名词也用的蛮腐烂的 我要讲具体的 就是 有女性在节目中 就在 在大谈讨论 而且要比手法 是不是动手 您觉得这类的节目 你们会做一些规范吗 我们事实上有 有规范 其实去年才拟好了 一个就是节目制播里面 触及到性别议题的 一个处理的 一个原则 那这里面 其实刚刚您讲 这个部分 其实在里面 性别议题里面 物化女性 物化男性 是一样的 对啦 物化性别 对物化性别的部分 那如果那个详情播 因为我们有提出 包括他们制播里面 要注意一些什么部分 那那个 我是可以请那个 何处长把那个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 相关的原则 已经给业者了 来 请处长 那请那个处长来说 是 谢谢 谢谢委员 这个议题喔 那事实上 我们通传会成立其中一个 就是要 要去尊重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包括 性别 还有所谓主义的议题 那所以说 针对性别 我们在两年前 就已经完成了 一个委托研究 那学者 他有要求做一个 比如说 我们就定了一个 相关性别的议题 其实我不会很在乎 那个特定的部分 或者是称呼叫什么 事业线或什么 只是在节目中 作为一个主持人 或者说 作为一个 互相在 在 这个 动手 然后其实那个动作 其实坦白讲 不是猥亡 不是猥亡 但是事实上就是不亚 对对 所以我们有一些 大概 比较多的是行政指导 因为有一些 你又说 好像又没有那么严重到 妨害公器良俗 或妨害阿少生心健康 但是又有一点不太妥 所以我们是希望 业者多一点给业者 希望多一点行政指导 希望业者 所以我们才定出了一个 有关性别议题的指导原则 希望业者从智力本身注意 你们已经定好了 有有有 要求了 行政指导了 已经寄给工会 请工会转租所属的会员 好 我再对你补充一下 就是包括刚才您讲的肢体 嗯 还有一些表现的方式 碰触啦 评比啦 话题这些 现在都在这个原则里面 那现在这个原则里面 我们现在希望 能够落实执行 那我们也会 我们好像已经给他们 请他们 我们已经透过工会 转给业者了 是 好 那希望能够落实 那处长 你这个